您知道说最近为什么就是学界会那么的担忧我们这个就是有线电视的就是这个并购案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也阅读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了 但是我也不是 我对这一方面并没有专业 那普遍大概是担心说 这个会对于将来的这个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疑虑会有一些可能的影响 OK没有错 其实最单纯就是说言论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 那是他最根本的核心 而我们台湾的言论的自由是牺牲了郑南荣他的生命去换来的所谓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但是呢到今天我们看到说媒体呢 就是说在威权时代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就是说政府他的一个控制媒体 所以形成一言堂 在解言之后好这个媒体的这个就说言论自由开始释放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财团透过这样的一个并购上下垂直这个垂直的整合 慢慢的开始有集中化也担心所谓的一言堂 那在这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 好这个旺旺中国时报 他借由所谓的资助性的行销 他中国透过他然后来把这个广告 然后呢又透过资助性的行销来宣传为中国来大陆的宣传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担不担心身为一个陆委会的主委您担不担心 这样的现象并不好 如果是从事知识性行销 因为它违法 那对于把这个广告来新闻化 这个是也会让民众无法判 读者无法或阅听这个民众无法判别 所以才会法令才会规定他不允许 所以我们面临到如果这一些问题存在 然后查证属实的话 那政府部部门的确主管单位应该要去面对 也要去处理 依据法律来处罚 OK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旺旺的这个中国时报呢 他其实是一犯再犯 我们看到他呢在2008年以来呢 他就已经接受数百则以上来自中国各省市政府 中国各省市政府的置入的一个新闻 并且呢担任中仙商 再为中国省市政府呢向其他台湾媒体购买新闻 那这样的一个违法的行径呢 在2010年的11月的时候经过监察院呢 调查属实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好到了2011年的1月的时候 我们政府明定在预算法里面呢 明定禁止说这个政府呢购买新闻 然后从事资助性的一个行销 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说 在2011年到2011年到2012年的时候呢 他能量刊登数十者的中国制度的新闻 那遭到了媒体民间这个媒体的观察 团体的监看 那并且并且的定期发布 那今年3月我们又看到这个中国福建省 这个苏树林省长来台 那他的这个大力行销呢平坦的综合的这个实验区的计划 但是呢我们看到说 好他们来台 他们透过中国时报呢 仍然来买台湾的媒体 而且呢是透过资助性的行销 然后来宣讨他们这个在台湾的整个一个行程 而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因为在以前可能他的这些的制度性的行销 可能因为曹五时政 或是可能因为没有更具体的一个内容 那在这一次呢 是被清清楚楚的他的发票 他的所谓的2012福建省省长访台宣传计划 整个都被拿到了 那包括呢甚至呢 就说这个媒体呢 这个我们看到新头壳的这个林朝一 这样的一个记者呢 他很清楚的打电话呢 跟这个厦门市的这个 陈市长呢 直接的去沟通 这个新闻处的陈湘华呢 直接的去访问他 然后呢在电话里面呢 他还提到说 他还向记者抱怨说 报道中搭配的照片 厦门海湾大桥提供者的落款有误 写成厦门市新闻处提供 那应该呢是另外一个部门 才对 那同时呢 陈湘华还说 我回去以后 你们中国时报 国内呢 不是都有家代理的吗 我们以前呢 有个协议 然后我们签了协议之后 他们盖好章 给我看 我没有意见以后 盖完章以后 我然后呢 你们就把发票传过来 我就费款到你们指定的账户 以前也都是这个模式 我想这个清清楚楚 置入性行销 甚至呢 连发票 连他整个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支出性形象的内涵 通通有 那也这个部分也经过监察院 这个纠正 那请问身为主管机关的陆委会 你们做了什么 刚刚您说的那个监察院纠正不是指这个案子 那个是在民国99年 11月它的纠正是比较通案性的 那您刚刚讲的这个案子是正在发生中 那已经就这个正在处理中了 正在处理中 那就是您提到这个苏树林的这个来台 有助行行销嫌疑的这个案子 我们正在相关部会都在处理中 您怎么样处理 我们首先陆委会3月30号发布一个新闻稿 我们认为这个一定要依法来处理 那4月5号我们就召开相关的部会 召开会议 那这个会议就是把主管机关 相关的主管机关都有找来 那讨论这个案子 那根据相关所现在所能够收集到的 这个来做初步的这个研判 那因为这个案子与会的相关部会的 这个相关部会也都认为说 目前可以看到的市政是相对的明确 那但是无论如何在处理的程序上 还是要有主管机关经济部去含再去查证 去含中国时报再查证 所以这个是经济部已经4月9号还是4月10号 就也这个也现在也都还在程序当中 这个置入性行销的主管单位是经济部 因为跟这个案子有关 就是根据大陆广告的管理办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些相关的分工会落到各个全责的主管机关 那这个案子 包括他来的是 因为邀请单位是工总 那工总是属于经济部所管的 那以及他的性质 内容的性质 这个主管机关是经济部 所以我们才会 那但是陆委会站在统筹大陆事务的这个角度上 我们也会从旁协处 所以我们4月5号有请经济部的投审会 经济部以及经济部的投审会 农委会新闻局通传会等 来一起研商 那明天 那因为现在都还在处理程序当中 明天刘副主委还是会在召集相关的单位 再来 再来这个研议 经济部他处理的是违法广告的部分 还是处理的是置入性行销的部分 一样啊 就是只要是这个主管机关 就是这个案子的性质是由经济部要来处理的 那么就是广告的部分 或者是那当然也不能置入性行销 不可以允许广告的就不能广告 那也不能用置入性行销的方式来处理 然后呢把这个广告当成新闻 那这样子新闻局都不需 不是主管机关都不需要去处理 新闻局这个案子因为他的性质 我们是从那个内容的性质来判定的 以及从那个邀请单位 跟这一次是专业交流的性质来判定 那是他广告的部分嘛 对不对 但是今天作为一个媒体 然后呢他们把广告当成新闻来处理 甚至呢把这个广告呢当作新闻还去卖 那这些情况金钱的交易等等 这个跟新闻局都没有关系吗 我们有没有新闻局的官员在 有新闻局也有 新闻局 报告委员因为出版法废止以后 我们没有任何法律来管理平面媒体 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是回归新闻自由 那我们也有发很多喊给我们所管辖的平面媒体 就是说请他们要分清楚新闻跟广告 要善尽社会责任 所以这是属于自律的范围 属于自律的范围 所以今天一个新闻媒体 他怎样的违法乱记 我们都拿他没辙 如果是那个大陆广告部分 那真的是回归各目的事业主乱习惯来办理 那这个NCC是不是属于NCC的 电子媒体是NCC 电子媒体属于NCC 那平面媒体没得管 因为没有出版法 没有出版法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制定任何的法 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自律公约 也都不需要有什么 因为管理平面媒体的 如果要制定这个法律 这个事关重大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是一道言论自由的部分 所以这个可能 目前为止是没有这样的考量 没有 谢谢大家